走 走 走 算搞定了 得赶紧回去跟冰块里交差 看你还怎么丢呢 奶奶 你小心点 慢慢走 婉儿 奶奶 你小心点 慢慢走 奶奶 您认错人了 婉儿 真的是你回来了 奶奶 您坐 坐 我真的不是婉儿 您真的认错人了 去哪儿啊 奶奶 我一会儿叫人来接你 我还有急事 我先走了 婉儿 少爷 我活都赶完了 一炷香的时间已经过了 元赫 把他给我赶出去 少爷 我花都已经撞好了 我是有事耽搁了 你请我解释 你看一眼 你不能这样少爷 先也不许让我的婉儿走 奶奶 您怎么来了 奶奶 你终于来了 婉儿 真的是你啊 快让奶奶好好看看 奶奶 我好想你 这是怎么回事 奶奶奶 我也好想我的婉儿 这么些年你过得好不好 你脸上怎么还这么脏啊 燕西 你这哥哥是怎么照顾妹妹的 奶奶 婉儿妹妹归家心切 一路奔波回家 还没换衣服呢 您先回房休息 我一会儿带她去见您 元赫 是 老夫人 请办 婉儿 你换好了衣服 就赶紧过来见奶奶啊 好的奶奶 快点 到底怎么回事 这事不能怪我 是那老太太非要叫我婉儿 她不让我走 你是在拿我奶奶威胁我 你让我留下来 我帮你去哄老太太 虽然我不知道婉儿是谁 但是我看老太太这么紧张 我觉得是个重要的人 你说要是这个刚到家的宝贝 就突然不见了 那老太太该怎么办呢 好了吗 怎么样 衣服还不错 你去秉退奶奶房间内外的侍女 她这个样子 不许任何人看见 是 走吧 都记清楚了吗 记住了 袁赫 衍 奶奶 婉儿来了 婉儿 奶奶 你来了 快点坐下 这么些年你去哪儿了 奶奶 我也记不清小时候的事了 爹娘说呀 我不是亲生的孩子 是他们收养了我 才把我养大的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多亏了哥哥及时找到我 才把我带回来的 婉儿多谢哥哥 妹妹多礼了 奶奶 应该喝药了 我不喝 苦 乖 我来喂您 真没想到 这个冰块链 竟然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到了 这儿啊 侍女房就这一间了 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不是老太太的孙女嘛 我也就是府里的大小姐了 我住这儿 貌似不太方便吧 少爷交代了 老夫人那边呢 你只去早晚去伺候她服药 其余时间你还是府里的侍女 少爷让你干嘛就干嘛 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 蛮好的 衣服拿好 慢走 嗯 太完美了 不枉我辛辛苦苦收拾了这么久 嗯 可是 阿叶哥哥在哪里啊 阿叶哥哥怎么还不来啊 嗯 你来了 从那边看看 今天 今天月亮真远啊 晒晒月亮 得身体好 适合锻炼 最近呀 府里巡逻的次数增加了 你下次进来可要小心 不要再像上次那样跳墙了 我为什么要跳墙 少爷 你大晚上的 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等着接人哪 少爷啊你有所不知 这个地方啊 经常有喝醉的人 不小心掉进来 万一摔得头破血流就危险了 我是怕他们受伤 我才特意在这里助人为乐的 你练谋高就吧 你白天受累 晚上还要助人为乐 这一身本事待在顾府 实在是太取材了 别呀少爷 我要挣钱养家 我有病状的弟弟要照顾 弟弟 他要是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 坑蒙拐骗 无所不能的姐姐 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走就走 好 苏小婉那苏小婉 少爷有点脾气怎么了 他说你两句又怎么了 现在好了吧 侍女的月缝没正着 阿叶哥哥也没找到 现在想这么多都稳了 还是收拾包袱走人吧 都跟这个相见 你什么都不不不不不不 事儿 也很难以弃 就不咋了 我还要都要去店 咋了 你呢 多份 怕苦了 怕苦是吧 嗯 我儿知道奶奶怕苦 所以啊 我特意给奶奶准备了这个 这是什么呀 这个呀 是野蜂蜜 你把它含在嘴里啊 就不苦了 我给奶奶放了几勺 在药汤里 来 不苦 不苦 还真甜 那奶奶喜欢 娃儿以后 多给奶奶弄一些 好 好 来 看到这ieten吧 那 你 啊 啊 啊 哦 啊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 我之前听你的教导嘛 我回家就琢磨 必须改邪归正 正赶上他们顾府 招 招缺徒 我就过来了 还可以跟他们 学学做生意什么的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 那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呢 我也觉得 有份稳定的工作 特别重要 我就来顾府堂侍女了 那我们说不定 以后能经常见面呢 你刚才在上面 干什么呢 我在给老夫人摘蜂蜜呢 那你会得真不少啊 这块玉佩 是你从小就戴着的吗 这个啊 你问他干嘛 那你还记不记得我呀 你 这块玉佩 还有我 那应该都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不太记得了 少爷 这是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同屋的兄弟 咱们刚刚干活来着 他说找不着扫帚了 要去找扫帚 对吧 扫帚 还在这儿呢 这 难怪找不着 你乱放的吧 我们还得干活呢 就先走了 好 今天谢谢你救了我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没事 明天 还是这里 我给你个惊喜 那 晏未定 嗯 不对啊 那个冰块脸就要赶我走了呀 我走了我怎么跟阿爷哥哥见面呀 我走了我怎么跟阿爷哥哥见面呀